大家好,又是我Alex 今天我們來到K11 我們準備去看一個展覽 今天是11月20日 一個展覽正常是21日才開 即是明天 正常是21日才開 我們就被人邀請 可以早點來看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就是 之前有介紹過Mikey Jack的公司 應該是Jason Finley 好像還有其他東西 主要是Jason Finley 主要是Jason Finley 在香港K11和他們合作 做了一個展覽 裡面有一隻很大隻的 XXV半解的Elmo 好像有一些One Piece 還有其他的Item 或者其他的藝術品 等一下就會帶大家去看看 對了 我們現在去到去賣東西的位置 在這個Prop應該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賣東西 即是在他們的K11個中庭的位置 然後下面應該是完全是給展覽的 這隻其實我在台灣 好像見過一隻差不多 因為在世界各地都有做很多 這些類型的展覽 然後我在台灣去的時候 我看過Mikey Jack和Jason Finley的展覽 我看到這隻應該就是 跟那時候的那隻差不多 還有Jason Finley 本身就是比較做XXV半解的藝術品 所以見到他 其實這次大部分賣的東西 都是Jason Finley的東西 就是不是包含了很多Mikey Jack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Jason Finley的東西 就是可能一些半解 還有一些盲盒 還有一些XXV9 都是Jason Finley有份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 就是Mikey Jack還有其他藝術品 還有其他作品 就像這些 就不是賣的 他就只是播出表演給別人看 我們今天又有Henry了 我們今天又有Henry了 Yeah 難得來到今天沒什麼人 先拍張相片 遲多時間來很多人 先拍張相片 先拍張相片 在B.E.A.層 B.E.A.層 B.E.A.層是Jason Finley的展覽 有很多Jason Finley的以前 甚至有《離家》的作品 Jason Feeney 本身就是1990年開始做創作 創作的一開始,大部分都是以雕刻為主 因為他本身是很喜歡雕刻的 還有他有說,他是一個玩具界的掛意客結合 他改造東西很厲害,以惡搞改造很厲害 因為他很多項目上的東西都不是他自己完全設計 他只是把項目再改造 可能你看到最多的就是他把DC的玩具 Elmo、芝麻街、Lego等東西 就是再加入自己設計進去 所以他本身是很少原創的產品出來 但他大部分最出名或最多人知道的產品 都一定是他的惡搞、改造、半解 他這次在香港這個展覽 其實跟台北華山的展覽模式 還有擺設或裝修的產品 某程度上大和小的產品都差不多 除了他這次多了很多小的產品 還有他多了一些很舊的藝術品 有展示出來 可以繼續俠他看看 現在看看這裏他有介紹 因為Tiny最新做嬌黑 即是他真的用手 即是自己的手做出一張帽子 他才會再拿去玩具公司或玩具廠 所以他有看到他平時是怎樣做的 這個就是他在華山擺展的原因 他在華山擺展的時候 就是靠這堆Elmo 所謂在華山擺設第一個展覽的個人 這次他也有展示出來 這個Elmo就是他 其實都是令他更加出名 以及令他更加在玩具界確立他的地位 即是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我猜是一個藝術生涯 然後還有這些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我本來沒有見過的 不是 這三隻我怎麼沒有見過 是Gummy Bear 有一拆的 有一拆的那一隻 拆出來也挺漂亮 我見過包裝 但我沒有拆開看過 還有可以值得一說 我剛剛走了一次 所以他其實這裡是挺大的 我覺得是 即是 出不出 去不到旅行 即是現在香港去不到旅行 其實可以來這些展覽看看 是嗎 我先走了一次 我走去看看 他有些大的公仔看 在這裏就做了一個海灘王的 Luffy的一個有偽紅燈 還有大小小的Luffy 用回半戒,因為Jason V這個人真的很喜歡半戒 這個人很喜歡的 我替了我看 這裏看起來很有趣 所以很喜歡的 我替了我看見 這些都是我替了我 這裏看起來很有趣 這個HTC VINI 比較多人知道那隻 那隻屁頭狗 Balloon Dog 它不是叫X-ray狗 原來我記得它叫Balloon Dog 這個也是它比較出名的 還有這個 應該是最多人見過的 形態 因為剛剛有很多形態 但這個應該是大家最常見的 形態 這隻是不是羅智祥的 那隻東西是Stayville 蛤 蛤 是啊 但不是羅智祥的Stayville 不是的 Stayville 這隻東西給羅智祥那間鋪買了 羅智祥有一間鋪在旺角落後方 旺角落後方那間鋪不是Stayville 是啊 就是他買回來羅智祥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旺角落後方 就見過這間鋪 而 Jason & Trini都是我做過這件事 現在這間鋪還在嗎 我真的不記得 那可能有些年紀的人才知道你說什麼 什麼有些年紀 你三十幾歲 我二十三歲 我二十三歲 沒什麼做真的可以過來看一下 因為 入場費都是四十元而已 歡迎那些情侶過來看 情侶很適合看這些 我覺得 對那句沒有女 Sern Sern 我們剛剛看完這個展覽 現在差不多是時候要離開了 有興趣就過來看一下 真的 其實不是廣告 其實真的不是廣告 那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追蹤我的IG 那就是這樣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